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凶手的作案手法 作案凶器去分析凶手大致的身形 体貌和生理习惯 更深入的探查过程之中 他还可以找出凶手和受害者之间的联系 同时在电影中心理入侵不仅仅是方木找到凶手的手段 也是不让自己陷入罪恶深渊的盾牌 心理入侵的说法其实是来源于刑侦手段中的犯罪心理画像 犯罪心理画像呢 它最初起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三个单词FDI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呢 他们成立了行为科学部 最后终于创立了一种被称为犯罪现场分析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犯罪心理画像其实呢 是一个动态的侦查过程 是利用一起犯罪 一个犯罪现场 及被害人的所有可以和人的信息 来勾勒出未知作案的过程 描述罪犯的特征 对罪犯的人格和行为进行心理分析 它贯穿于全部侦查过程中 和指纹与调查访问一样重要 随着案件的发展找到真正的 除了看心理罪之外呢 我觉得大家想要去了解 什么是犯罪心理 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些书 那这个书呢 也是之前导演告诉过的 像FBI犯罪心理画像 测写师 道德动物 剑桥 司法心理学手册 等等都是不错的 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11号 来到影院支持电影心理罪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